今天的2200說新聞要帶您關心到的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水上餐廳 珍寶海鮮坊在南海沉默讓很多人感到相當惋惜 但沒有想到台灣版本的珍寶海鮮坊 海上皇宮也將要走入歷史 或許有些人對這間餐廳沒有那麼熟悉 其實它是按照了珍寶海鮮坊的模式耗費了8億元打造 在2000年的時候是風光的開幕 但是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草草收攤 由於積欠了港務公司超過了3000萬元的費用 因此是找不到買家 在閒置了21年之後 港務公司說擔心會影響到安全 最終是承接了繳納嫁金 將會委外來進行拆除 中式建築漂浮海上 牆面斑駁 裝潢殘破 這是傳說中的海上皇宮 在當年可是耗費拔藝建設 但如今卻被遺棄角落 其實高雄的海上皇宮跟海上浴厨在當年 是想要仿造香港的珍寶海鮮坊進行營業 隔年初就草草收攤 它時間有了就不好了啦 一般的消費不起 五千一座都一萬一座款 火速落幕後 兩艘工作平台船滯留在原地 期間多次遭小偷刑切 直到2013年未迎接黃色小鴨 才被挪到高雄港內船取管制區 但由於債權混亂 同時基欠港務公司超過3000萬 因此遲遲找不到買家 不過如今有新進展 高雄港務公司於現場表示 願意承接 是取得拍定證明及完成典獎後 將進數以相關規定 辦理船舶回來拆除作業 急於長年未派員尋檢和定期檢修 擔心印香港區安全及形象 最終港務公司決定承接 只是海上皇宮 竟非西壁成為海上廢墟 也著實令人不聲唏噓 解開成音樂歌唱唱不到